细水池内小朋友开心的享受清凉 这里是台北市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园内细水池从6月起开放到9月底 很难想象的是这一处运动公园 竟然是设置在每日处理24万吨生活污水的 内湖污水处理厂上方 我们最主要是回馈这个区里 区里的一个部分 然后友善环境 他们来推动这个水资源的一个理念 那同时也是寓教于乐 虽然在污水场上方 不过细水池使用的并不是再生水 而是自来水 而且每周定期清洗及检测 以确保水质 池池最深不超过50公分 最浅20公分 就连小小孩也可以安全的在这里玩水 我们这边的水池的水 是采用这个自来水 那请民众放心 对我们每天的水质都会做检测 那一个礼拜也会进行这个池池的清洗一遍 目前我们提供的这一座 这个亲子的细水区呢 其实是适合这个小朋友来做 来做夏天的一个细水使用 那池池 那最深大概只有50公分 那最浅可能是20公分左右 所以很适合这个夏天 这个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边游玩 安全的细水环境 加上临近市区的便利交通 也获得许多民众肯定 每到假日 就会涌入许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这里享受清凉 因为第一我觉得地点还不错 然后整个环境 还有很多不同设施 我感觉在很错 像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他水位不会害到 然后很自然在 让他这边跑来跑去还蛮安全的 其实也不用去探索他 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像洗用水 他那高度太高的话 我们会怕 你像他淹下去的话 那救不起来怎么办呢 除了消暑的细水池外 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还有极限运动公园的称号 因为园区还设有极限运动场及攀岩场 这些设施在民国95年起陆续启用 希望协助这两项新兴运动 能够蓬勃发展 这也是起源于说 当时这两项运动 正在启蒙当中 那所以我们内湖 我们卫工处内湖厂 就提供了这个场地 让这两项运动场 从这里发芽 麻雀虽小 无脏俱全的内湖公园 极限运动场 不仅设有碗型小U版等专业设施 安全性也很充足 很适合一般民众来体验 极限运动魅力 不过重点是要穿戴好安全护具 我觉得这边的场地 蛮适合小朋友来这边 就是练习一些出街动作 然后对 非常适合 那你觉得在台北 像这样的地方比较少 比较少 未来有希望 如果可以多这种 公园式的道具 其实是更好 在这里也要提醒 就是来这边玩的这个小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们 为了你们的安全起见 来这边玩的这个 极限运动场 都要带上你们的安全护具 这样在运动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到自己 位在旧中路与提顶道道侧的 内湖休闲运动公园 由于在污水厂上部 是台北市首座二楼公园 不但可以看到远方的101大楼 不时还有飞机从上空呼啸而过 也成为近距离欣赏 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最佳地点 加上大片草皮及自行车道 不管是要挥洒汗水 享受清凉 还是欢度亲子时光 多功能的内湖公园 都能让您满载而归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